靠儿子坏一员豪宅!陈小春晒Jasper无嘴偷笑照,似默认传闻! 4月17日,香港媒体报道称,陈小春去年带儿子Jasper参加爸爸去哪儿后人气飙涨,软萌又暖心的Jasper圈了一大波阿姨粉,而陈小春也随之负贫子贵,工作邀约不断,商店驾码猛涨五倍 报道更称,陈小春这些年小房子换成大房子,不知不觉以手持接近一亿五千万港元,1.2亿人民币,的物业 对于傅平子贵的传闻,陈小春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,但是他在18日凌晨发了一张儿子的萌照,照片中Jasper戴住墨镜草帽,一身夏日阳光打扮,他一只小手捂住嘴巴,嘴角露出甜甜的笑容,十分可爱 对此网友脑洞大开,Jasper帮爸爸赚了那么多小钱钱,肯定高兴坏了,换打房子肯定开心了 事实证明,陈小春带儿子赏爸爸去哪儿真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啊,除了人气暴涨收入大增外,父子俩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前段时间,陈小春就抽呼时间组织了一次家庭游,同行的还有袁詠怡张志林夫妇及其他友人,十分热闹 旅程中,陈小春亲自教Jasper游泳,虽然方式有点粗暴,但能看出父子俩互动十分有爱 这段时间英才而回内地录节目,陈小春就担负起带孩子的重任,带Jasper去游乐场 前陈小春说过,上爸爸去哪儿之前他跟儿子没有单独相处过三天两夜,所以才愿意上节目,以此增加父子相处的时间 现在两人的感情慢慢地培养起来,陈小春在访问中提到,我跟他的关系有进步,至少他现在当我是爸爸,会说 Daddy, where are you? Daddy, I miss you 爸爸,你在哪里?我想念你 以前我回到家,他就只顾住看电视,不理我,或者讲两句然后转过头跟妈妈说悄悄话 现在不这样,他会跟我有更多的互动,就算是很简单的对话,我都觉得值了 知道吗?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